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4年2月21号周三 长春藤100专业SE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农场屠夫明天将被假释 再次引起所有受害者家人和更多加拿大人 对这个国家司法制度的沮丧困惑甚至厌恶 温哥华都会区的小伙伴都不会忘记 就在高桂林港市的一个养猪场 发生过震惊世界的系列杀人案 屠夫罗伯特皮克顿 在他的农场杀死了多少女性 到现在也没搞清楚 其本人在2007年以6个二级谋杀被判处终身监禁 还有另外19个在他的农场找到的女性遗孩 案件至今也没有结果 明天这个屠夫按照加拿大的司法制度 将至少自由一天 到温哥华的大街上呼吸自由的空气 这些受害者的家人心里还在流血 温哥华都会区的女性们 又要回到那些每天都有女人失踪的担惊受怕的日子 屠夫一天的自由 会给社会造成多少负担和负面影响 加拿大的司法制度恐怕不会考虑这些了 女性的比赛应该只有女性运动员参加 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党领今天表示 变性人士不应该参加女性的比赛项目 同样 对于标记女性的卫生间和浴室 变性人士也不可以使用 也就是说生物学上的男性 不应该进入贴有女性标签的更衣室 据央视网报道 中国人民银行20日授权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下降25个基点 至3.95% 北京 上海 广州等地多家银行迅速跟进 同步对房贷利率进行调整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T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